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带她去做卷发 经过多次努力 终于让父母同意 但为了省钱 母亲带她去了一所美容学校 给小花烫发的是 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实习生 小花兴奋地跟她说着 自己想要的效果 但是由于技术不够 小花的头发 直接变成了一头乱造造的小卷发 顶着一头小卷发的小花 开学第一天 就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 加上她在课堂的叽叽表现 直接受到了以小力为首同学们的排挤 为了让小花学会保护自己 于是父母带着她去学空手道 但是第一天 小花就选择了放弃 相反 她则希望有这个钱 自己能重新做下头发 但是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因为他们觉得 这种消费对于他们来说太大了 而且水哥现在的工作 还需要学校的资助 学校要求水哥必须学会游泳 这让已经秃顶的水哥很是烦恼 失落的小花只能和同样被排挤的小胖诉说心情 小胖则告诉她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呀 正当小花孤闹之际 学校举办了一场诗歌郎纵比赛 而奖励是75美元 这激起了小花的斗志 但是在小力的威胁下 她又退缩了 灰心丧气的她准备靠捡瓶子赚钱 甚至想用运斗把自己的头发运直 结果还是失败了 失落的她同样和悲催的父亲谈了一次心 两人都在为彼此互相打起 父亲鼓励小花勇敢的去尝试一次 回到学校 小花便勇敢的报了名 并且偷偷的帮小胖也报了名 比赛的日子终于到来 小力第一个上场 并且很快的朗读完 出来后 她便拦住了小花 并和她打了起来 但令人惊讶的是 小汉战胜了自己 深情的朗读起来 并且顺利的拿到了冠军 虽然自己错过了比赛 但是得知小胖夺冠后 小花开心不已 此时她明白 只有自信才能让自己更加强大 由于面对自己的不足 学会用对的方法解决问题 这样的自己才会是最独一无二的 影片最后 谁个勇敢的摘下头套 跳入水中 这一次她真正的战胜了自己 生活中我们总会自卑 迷茫 但是如果你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 面对自己真正的内心 这时候的你啊 我相信 肯定是人群中最闪耀的那一个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我的小卷毛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小伙伴 是人群中最闪耀的那一个 小伙伴 是人群中最闪耀的那一个